前女友把我绿了,带走了我身上全部的财产,最后我留宿街头进场打工,成了没有感情的螺丝场打工仔,直到那天一排一排的麦巴赫停在工厂门口,保镖们朝着我九十度鞠躬恭敬地说道,少爷,请上车。 我竟然是首富十三多年的宝贝儿子,一万九千八百九十九,一万九千九百,豆大的汉珠从我额头滑落,我正在埋头拧螺丝的时候,螺丝场的大门被人踹开了,进来一个黑色西装的彪悍大叔,他环视一圈问道,谁叫刘秀? 我一脸懵,站起来颤颤巍巍地举了手,他皱了皱眉,大步走到我面前,我慌了,握着扳手的那只手心生出了冷汗,光天化日,难道是要打架,下一秒,大汉走到我面前九十度鞠躬,哨也好。 我被大汉带出来的时候,螺丝场的门口停满了豪车,场面十分壮观,保镖们站成一排带着黑色墨镜,冷酷无情,我颤颤巍巍地跟着坐上车,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螺丝场在华城的外交,周围荒芜人烟,都是一些工厂,好在现在也是上班时间,没人注意到外面发生的动天大事,我缓过神来, 偏过头对那大汉说道,你打我一下,大汉很为难,我又重复了一遍,于是他说了一句少爷,得罪了,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这一巴掌几乎要把我打飞了,不是我的兄弟,我叫你打一下,不是叫你扇我啊,我疼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我搓了搓脸颊,在摸了摸屁股下的真皮沙发,我哭了, 这一次,我是喜极而泣,这就是麦巴赫嘛,男人们的梦中行车,过了不知道多久,我丝毫不疲惫,刚刚拧了一万九千九百螺丝的双手,突然就不疼了,我在车上到处捣吃,一会儿问那电视能开吗? 一会儿问那酒能喝吗?直到车缓缓停在了一座庄园门口,我的下巴都喝不上了,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如城墙一般高的大门,我想不出来什么形容词,这就是有钱人吗? 接下来的是,让我更加大开眼界,活了这么久,我才知道回家是可以坐缆车的,喷泉是能叼X锅女神的,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吃一条件。 我简直,我简直,这就是天堂啊,我咽了口唾沫,不想让旁边的人把自己看清了,于是目不斜视地坐了一会儿,总算是到了别墅门口,我深呼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一进门入眼,就是两道长长的水晶楼梯,还有金狮子雕塑,一幅看样子就价格不菲的世界名画,我咽了口唾沫, 局促地站在大厅中央,少爷请稍等。 大汉恭敬地说了一声,转头离开,紧接着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看模样已经上了些许年纪,但是骨子里的气质却是不凡。 看见我,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也不顾得还穿着高跟鞋,就朝我快速地走过来, 她泪眼婆娑,妈撒着我的脸,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一切居然是真的,两个小时之前,我还在厂里拧螺丝,两个小时后,我就成了僵士大少爷,还不是在做梦。 女人啜泣了一会儿,直到佣人拿来了毛巾,她才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看着我说到我本是华城江市的大少爷,但因为她的失误,小时候带我去游乐场玩,不小心让人贩子拐了去,她曾经也派了很多人去找。 但是人贩子太聪明了,这么多年都寻求无果,直到那天路过超市门口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和死去的父亲非常相似,后来因为太忙,所以耽搁了。 在查的时候,发现我去了螺丝厂上班,于是她就让保镖去接我回来,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母亲一边哭,一边心疼地问我这些年来过得如何,除了女友出轨,兄弟背叛其他都挺好,母亲见我有心事,还以为是我到了新地方不适应。 于是从包里拿出一张黑卡,递到我面前,儿子,这是妈的副卡,想怎么刷怎么刷。 她看着我,眼神中饱含着愧疚之心,而我也没客气,收下了黑卡,没想到有生之年,还真能完成曾经年少时被富婆包养的梦想,我再次流下了泪水。 第二日一早,我从五十米的床上醒来,被子的柔软让我知道昨天的一切不是梦,我坐起身,抹擦着自己身上的定制睡衣笑出了声,听说坐首付是很忙的,很多生意依旧是需要自己亲力亲为。 于是我在八百平的别墅里,悠闲地吃着水果,看着电视,知道大门被打开,我下意识地转过头,看见了一个极为漂亮的女人,我愣住了,女人也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直到庸人们的出现,用尊敬的口吻说道,小姐回来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有一个妹妹,不得不说,我们的眉眼还真有点相似,女人摆了摆手,朝我走了过来,上下打亮了我一眼,开口问道,你是阿秀? 我点点头,她的眼睛立刻闪出泪花,狠狠地抱住我,哭得很上气不接下气,吓人们也惊呆了。 平日里驰骋商场的女霸总,居然哭了,寒暄过后,她自我介绍,将是有一儿一女,自从我被拐走之后,父亲病逝,母亲在生意上也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她在旁扶佐母亲,一个女人能做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现在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了,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一起吃过饭,她坐在沙发上办公,我也在一旁跟着学习学习,忽然看见了屏幕上那几十家公司的名单中,居然有赵高所在的公司,全胜,差点忘了说, 赵高就是那个抢了我女朋友的兄弟,我和她认识,是有一次她来店里买烟,而我是超市的收银员,她没带零钱,我借给了她,下班之后,又碰巧在烧烤店遇见,这才是成了好朋友,她总是跟我吹牛,自己是全胜公司的员工,说什么月入过万,公司福利待遇好,我没读过书,只是很羡慕, 结果没想到我把她当兄弟,跟她真心换真心,结果她跟哥们玩脑筋,现在既起带着女友和她相遇的场景,不由地皱起了眉,女友是超市的上货员,长得还算是好看,主要是身材好,而且带人也不错,我们俩都是上白半。 所有交集比较多,久而久之,也就日久生晴,他们见面的时候,女友一听,兄弟是全胜的,眼睛都发光,而我那时候,因为太恶都没注意,两人暧昧的氛围,见我出神,妹妹问我,怎么了? 愣愣地看着上面的收购计划几个大字,我笑了,这是你要收购的公司吗? 我注意到,下面还有一排黄色的字迹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是可以收购的,其他的不行?妹妹回答,于是我思考办上开口问道,那收购之后,是不是就要派人去到公司交接啊? 妹妹点点头,明锐地意识到了我的想法,微笑地问我,看上哪个了? 我黑黑一笑,指了指上面的全胜,他毫不犹豫地就给助理打了电话,让我当执行助理,毕竟我还不懂得怎么管理公司,不过没关系,执行助理应该也够我折磨他的了,成为富豪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消费,当然是消费,我决定出门去买些衣服,没错,我是不行去的,毕竟豪车实在是太亮眼了,市中心赌得要命,结果没想到,这郊区居然离市中心那么远,等到我走到商场的时候,全身都是被汗水湿透, 不是我不打车,是我全身上下都被女友骗光了,只剩母亲给我的那张黑卡,结果打车的时候,司机给了我一个看智障的眼神,还骂了我一句神经病,然后为了我一嘴的尾气,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阶段,一边走一边看,这是我平时从来不可能来的地方,市中心的物价实在是太贵了。 有些品牌的衣服要卖到大几千块钱,而前女友又喜欢买化妆品,我们两一个月的工资,80%都到了她的手上,剩下的20%留着我勉勉强强度过生活,我看了一家男服装店,正准备进去的时候,一道声音叫住了我,刘秀? 我疑惑地转头看去,就看见了前女友周小正,挽着我昔日的好兄弟朝我这边走过来,我的心顿时警铃大作,下意识地就想跑,但是手插进裤口袋的那一刻,我停下了离开的动作,我现在可是首富的儿子, 虽然江家还没给我办好户口的事情,被接回去的事情也还没爆出来,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会会他们,这么想着,于是我淡定自若地对上了周小的视线,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夜不归宿,跟好兄弟一起开房的前女友啊 说完,周围立马就有人看了过来,今天可是周末,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我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身边的人听个清楚周小脸上的假笑,立马僵住 那张被厚厚的坟底掩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裂痕,我看他正准备想要跟我理论,却被身边的赵高拦了下来,宝贝干满跟一个穷屌丝至情 说完又看了看我旁边的那家服装店笑道,刘秀,你不会是想进去买衣服吧? 这家店平均价格可是在四百网上走,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等下进去别是囊中羞涩被别人给赶出来 要不是他脸上嘲讽的表情,我差点就信了这看似为我好的一句话,四百嘛,我妈撒着口袋里的黑卡 会不会太便宜了点,毕竟首富的儿子穿几百块的衣服,未免有点,见我迟疑,赵高当机立断地以为我是怕了 哈哈大笑,说着就要揽着周小离开,我开口道,站住 你信不信我把这里面的衣服都包下来,或者咱们比比谁买得多? 赵高撇了撇嘴,一脸的无所谓,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笑得连口水都喷出来了 看着有点恶心,连带着身边的周小也恶心了 我的厌恶深深地刺激了赵高,他满不在乎地走到我面前,一个小小的螺丝场,打工仔你拿什么跟我比 我丝毫不畏惧,目不挟视,就这么盯着他,那你敢还是不敢 他硬了下来,我还怕你一个屌丝不成 然后大步走进了男士服装店,赵高啊赵高,一会儿可不要哭得太难看 我提出换一家店,因为这里的衣服太便宜了,还不够让赵高大出血 赵高也没意见,他的心里还在盘算着我拿几千块钱,有什么拽的资本 再说了,我的钱可是全被前女友卷跑了,就在他们搞在一起 之后的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就看见人去镂空,床头柜的几千块现金一分不剩 衣柜里周晓的衣服也是一件都不在了,那一刻我的心就像是被人狠狠地弯曲了一块,疼痛不已 想到这,我攥紧了拳头,淡定自若地走了进去,周晓陪着他挑选 而我直接对收银员说,除了他们碰过的,我都要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扑刺 赵高笑出了声,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刘秀,咱就是说没这个实力,就不要装了 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嗚了一声,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黑色透金卡 递给导购员,这个可以吗? 这里可是华城商业中心,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黑卡象征着什么 导购员眼睛一亮,可以,可以先生这边请 这里的每个店铺都会有VIP客户专属接待区 这小小一个店包下来,也要大几十万了 立马殷勤地叫来店员给我包装衣服 我说了一声谢谢,回头对赵高笑了一下 兄弟,需要帮忙吗? 从刚刚导购员变脸开始,赵高和周晓就愣住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走进了VIP的专属接待区,一进去 我就高兴地叫了一声,哦,我心情大好 不得不说有钱的滋味是真的,真的太爽了 在出来的时候,赵高脸色铁青的正跟导购员吵得厉害 这上面标着八百,怎么瘦一万二 你把我当傻子呢? 导购员在心里估计都把他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最后才稳住了情绪驾笑道 先生,这件衣服是限量款基础版,确实要这个价格呢 见赵高还要为难他,我立马开口,算我账上吧 好歹也是兄弟一场 说完我提着购物袋就准备出去 身后的赵高气得跳起来大骂 你算什么东西,恶心谁呢? 从商城出来,就有豪车来接送了 一看居然是我的母亲,我兴致冲冲地跑过去 却被身后的人拦住了去路,居然又是赵高 她怎么还没走,我皱了皱眉,不悦地看着她 她笑得猥琐,看着离这不远和我打招呼的母亲 我说你哪里来的黑卡,原来是绑上富婆了 母亲毕竟是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确实有点上了年纪的迹象 但是气质摆在那,在联想到我刚刚的举动 所以她认为我是绑上了富婆 我笑了,因为我从她眼睛里看见了极度 这说明什么,她赵高不过也是个见前眼开的人 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恶趣味 是啊,怎么样,你也要跟我一起吗? 这次赵高没说话,反倒是一边的周小红的眼眶 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阿秀,你怎么能这么作践自己? 我揉了揉眉心,想起曾经我们相爱的时候 我算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处处包容她 小吵我哄,大吵我也哄 可是却不知自己在她心中会是这个样子 我也懒得再解释 谁知赵高突然发狂,一把扯住了周小的头发 贱人,你他妈的对他念念不忘是吧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想把找赵高拉开 但赵高就像是只炸了毛的野兽 疯狂地对周小输出,我拦都拦不住 于是我也跟他打了起来 把之前所有的恨通通发泄出来 王八蛋,居然抢我女朋友 我一拳又一拳,直到身下的赵高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倒在地上抽抽 我才从他身下下来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着 有人报了警 从警察局里出来 母亲担心地看着我 将我一整个看了三四遍 确定没问题 才重重地叹了口气 生气地问道 你跟他打架做什么 要是伤了自己怎么办 恰巧这时 周小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张了张嘴开口道 刚刚刚刚谢谢你 我摇摇头 虽然他虑了我 但是刚刚生死攸关 自己根本没放在心上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刚刚赵高动手的时候 我看他条件反射的 就是抱头蹲下 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想到曾经这是我捧在手心上的女人 现在却成为了别人手下的阶下球 有一瞬间 我心里很不舒服 前女友没说话 她的视线落在母亲 抚摸着我脸颊的手上 突然大声地说了一句 不用你管 然后就离开了 我撇了撇嘴 大概猜到了 他刚刚脑子里想的什么 不过无所谓了 公司收购计划正式开启 而我作为全盛的执行助理 要先一步到公司制定改革计划 跟着公司管理层进去的那一刻 我一眼就看见了 在办公室摸鱼赵高 他的脸上还残留着那天打架过后的疤痕 动一下都疼得面目扭曲 都这样了 还有心思跟女同事调情 我嘖嘖两声 走到他的桌前 敲了敲他的桌子 女同事顺着视线看向我 小脸一下就红了 正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 自从换了衣服换了造型 我整个人和之前的邋遢小伙 简直是天差地别 现在的我 简直就是扭葫芦袖 赵高也跟着回过头 好半场才反应过来 我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 看见我还有抖了两下 看样子是上次被我打出阴影了 他的视线越过我 看到了我身后站着的一众高层领导 连忙应勤地站起身 跟他们打招呼 最前面的老总 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小声地问身边的助理 怎么公司还有这种人 赵高听了 愣了愣 以为是在说我 立刻露出一副 小人得志的模样 对我吼道 你是从哪混进来的 保安呢 赶紧把他丢出去 正当我们全剩什么狗都能放进来 他挑衅而又嘲讽地看着我 我心里发笑 他难道没反应过来 人家在说他吗 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跟前 是吗 赵高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毫不退缩 你以为我们公司 就是你这种砸狗能进来的吗 十项点赶紧滚 大概是他的语言太过粗笔 一旁的同事都提醒他少说两句 但是一直以来在我两只中 他所呈现的优越感 又怎么会让他放弃这次嘲讽我的机会 见我不回话 他更加嚣张了 直到身后的老总重重地咳嗽两声 赵高在意识到有人还在场 领导 我马上叫保安把他赶出去 安总 这就是你原公司的态度啊 我没有理会他 直接越过他问 站在最末端的全盛董事长 董事长的道传唤 立马屁颠屁颠地走到我跟前 这 这是个意外 然后转头恶狠狠地给了赵高一个眼神问道 你是哪个部门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赵高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又看了看董事长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又不死心地贴上来 但董事长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今天要是得罪了我 那全盛的收购计划 就算是泡汤了 那就是损失好几个亿 在这个接骨眼上怎么可能让一个破打工的搅局 看着被保安架下去的赵高 我扑子笑出了声 安总 公司也不是非得用这种狗看门 我对安总说道 然后继续开始参观公司 累了一天 好不容易回到家 刚坐下母亲就端了一盘水果 坐到我身边 问我战况如何 除了赵高那个傻子 全盛还有极大一部分的员工 都和他一样心高气傲 而且还没什么本事 所以一定要大换血 母亲赞同的点点头 对了 过段时间就要给你举办一场相认会 我要让整个华城都知道 你是我们僵士的少爷 我猜他一定调查了我之前的遭遇友 这么做无非是要给我撑腰 一种暖暖的幸福包裹了我 白天太累 一早就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手机的消息提示音阵醒 我半眯着眼 看着手机屏幕 一瞬间瞳孔皱缩 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上面是某博的一条热搜帖子 警号震惊谋超市 购物员居然攀上富婆 警号警号小城打工人 如何走向人生巅峰 警号 配图是 那天我拿着黑卡在市中心刷的几十万 身上的衣服还脏兮兮的 后面还有一张是母亲带着我上车的照片 明明只是普通的母子交流 却被他们硬生生的辟成了不可描述的交易 我攥紧了拳头 一手翻看着帖子下面的评论 短短一个小时 转载就过了几十万 有人甚至认出了我 这不是原先某某超市的收银员吗 我靠 就他还能绑上富婆啊 天 这破天富贵 什么时候轮到我 这男的 真是一言难尽 有人扒出了我的正脸照 甚至还有恶搞的博主 把我的照片做成了恶搞视频 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是谁干的 我赶紧下床去找母亲 下人却说母亲早就出差了 我给母亲发过去消息说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眼里闪过一丝阴狠 没过多久我就带着一伙保镖 遵守在赵高的楼下 以前还是兄弟的时候 他带我来这里喝过酒 我和一众保镖站在小区门口 场面很壮观 保安大爷抱着水杯在一旁看热闹 还乐呵地叫我进去坐会儿 他认识我 我跟他孙子是同一家超市上班的 我摆了摆手 掏出手机给赵高打电话 今天是周末 他肯定还在家里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了 隐隐约约还能听见那边女人的啜气声 我皱了皱眉 正想开口 赵高却率先说道 怎么 知道认怂了 到现在他都还觉得我不过只是一个靠着狗屎运舔到富婆的小白脸 我没反驳他 还讨好地问道 赵哥 你想咋做 哼 我就知道你小子就这德行 赵高很满意 他哈哈大笑 那边女人的啜气声停了 我才松了口气 大概是因为昨天在我身上吃饼 所以他不高兴 拿着周小撒气 稳定他的情绪才是耽误至极 这样吧 我也不为难你 二十万 这还不为难我 就连保安大爷都停了直摇头道 你这兄弟真是人渣 我不可否认 将手机再次放到嘴边 好 紧接着挂断了电话 保安大爷急了 不是 孩子你还真给他 他一激动 手上的茶杯都抖了一下 摔在地上 溅出了水花 飙到了我的小腿上 但我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冷笑了一下 我倒是有钱给 他有名花嘛 赵高觉得 我能拿出二十万 无非是他已经知道了 母亲的身份并不简单 可他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们约在一个废弃的车库见面 面前是个陌生的男人 说他聪明吧 又知道骗钱 说他不聪明吧 还知道叫人来收钱 自己却不主动出面 我当然不会如他的意 我再次打电话给他 这钱你当面来收 而且要当面把那个帖子删了 做道歉申明 犹豫半晌 赵高终于从一堵墙后面走了出来 看着我提着一大包鼓鼓囊囊的东西 他的双眼发光 立马就扑了上来 我立刻闪身后退两步 伸出一只手 示意他先把帖子删了 谁知他竟然微微一笑 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了几个混混 刘秀我劝你十项点 赶紧把钱给我 不然 他给身边的人递了个眼神 身边的混混立马朝我围攻了过来 我假装害怕后退两步 直到看见自家保镖 渐渐将他们围拢 形成包围的趋势 我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你想要钱 我问道 说完就将手机里的包抛给了赵高 赵高急急忙忙的去接包 回过头就看见了一群黑衣人 你们你们是谁 因为紧张 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周围的混混 见形势不妙 立马丢了手上的家伙就开溜 当我家保镖是吃素的呢 我一脚将赵高踹到在地 看着他哀嚎一声 蹲下身 一把扯着他的头发问道 就准你叫人 不准我叫人 赵高是程序员 本来就徒顶 被我这一下子耗的 头上的头发更少了 他愤怒地想要挣脱我的手 但是越挣脱越疼 我让人将他手里的手机躲过来 用他的指纹解开了手机 翻看里面的聊天记录 越看眉头拧得越紧 以前我居然都不知道 他还认识这么一群狐朋狗友 这话算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 上面是他找了好几个大V主播 散发谣言的事情 而这钱 居然还是从周小手上拿的 我一想 他妈的 那不就是我的钱吗 我黑着脸 将这些收钱办事的黑心主播 通通记下ID 发给了妹妹的助理 然后将手机递到了赵高面前 他惊魂未定地看着我 你想干什么 澄清然后道歉 我冷漠地丢下一句话 然后一脚踩在了他的手背上 赵腾的呲牙咧嘴 没两下就松了口 看他老老实实地打完成经帖子 又叫保镖把他架起来 拍一顿自证视频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吓尿了 帖子一发布 就有无数网友冲进来吃瓜 兄弟 你要是被威胁了你就点点头 我怎么看见有一滩不明液体 家人们 你别说 我也看见了 我憋住笑 再次抬头看了一眼赵高 这副捏了巴基的样子 确实是不像自愿的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 示意让保镖松开他 刘秀你会后悔的 他半眯着眼睛 跟我放狠话 但我却没放在心上 带着保镖扬长而去 在这之后 我没再看见过赵高 毕竟我们现在 也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人 我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商业聚会 忙得焦头烂额 还要学习企业管理的知识 大概是因为家族基因强大 所以我学起来 也不算是太吃力 令我没想到的是 一件令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母亲回家后不久 门铃被摁响 我去开门 门一打开就看见了外面的赵高 我一脸的不可置信 母亲也过来了 他示意我打开门 将人放进来 我疑惑且不理解 只见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味生长的笑容 这是什么意思 赵高见母亲离开 收起了脸上弱小无助的声色 趾高气昂地站在我面前 没想到吧 居然还能再见到我 我确实是没想到 大脑一片空白 赵高笑着 自顾自地坐上了柔软的沙发说道 我可是将是失踪多年的少爷 而你不过是被母亲包养的一个小白脸 失踪的少爷 我更迷惑了 将是失踪的少爷 不是我吗 赵高喝着茶几上的高档红酒 燕足地扎了扎嘴 我劝你对我最好是客气一点 不然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于是上楼敲响了母亲的房门 母亲似乎猜到了我回来 四处查看了一眼 确定没有别人 于是把我拉了进来 一进门 我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赵高才是你失踪多年的儿子 母亲笑了笑 傻孩子 想什么呢 就他这个蠢样子 怎么可能是我生的 原来不知道是谁翻出了之前 江市寻人的帖子 然后告诉了赵高 说他长得有点像 本来是个玩笑话 结果赵高还真就动了心 让人去伪造了一份亲子鉴定 在母亲回国的机场蹲守 上演了一副痴儿的模样 母亲本来是想骂他的 但是转念又想起来 他不是我的仇敌吗 于是想到了一个计划 赵高真的是蠢到家了 但他也不想想 在他面前的是 华城首富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说来说去 母亲是觉得我报复的方式太简单了 像赵高这种人 就得让他没有脸面混下去 我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一想到赵高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我就联想到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会是个什么表情 已经迫不及待了 宴会依旧在华城的龙海湾进行 这些天赵高倒是没找我麻烦 而是到处吃喝玩乐 就是一点型爆发湖形象 甚至还带着人欺负一些华城小公司的公子哥 看着他越活越潇洒 我的心里越来越同情 要是他知道 花的这些钱都是要还的 会是个什么表情 在赵高玩乐的时候 我已经能够在这种高档的商业聚会中 游刃有余 甚至碰上感兴趣的 还能侃侃而谈 反观赵高 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 梳着油腻的大杯头 脸上的假笑 让人看着直犯恶心 我饮下杯中的红酒 余光却落在了角落的一个女人身上 她怎么会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周小了 她与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样子截然不同 身上的李裙露得不能再露 她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是为了赵高 正想走过去 赵高就拦住了我 向他身边的伙伴们介绍道 兄弟们 这就是我母亲包养的小白脸 见到我 那些公子哥脸色一变 随即又跟着赵高一起嘲笑我 没错 为了演戏演全套 这些公子哥 都是我给他找来的表面兄弟 我也跟着配合 害怕恐慌 一副若不禁风的模样 赵高现在越是得意 她一会儿就会摔得越惨 灯光聚集 所有的宾客聚集完毕 主持人开始发表讲演 今天江夫人要给我们带来一件重磅的消息 大家掌声欢迎 台下如雷般的掌声响起 母亲缓缓走上台 虽然她年纪已经是中等 但是美人美骨 不再香 她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开口道 感谢大家来到我儿子的相认宴会 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中 灯光照相了我 赵高傻了 我在众人的目光中 走上了讲台 刚想说话 台下的赵高 就像是疯了一样 大声喃喃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她惊慌失措地看着母亲 大步就跨到了台上 母亲你是不是搞错了 是我啊 我才是你的儿子 我真是替她至上堪忧 母亲一把将她甩开 赵高重重地撞到了香槟塔上 这不可能的 明明我才是姜氏的二少爷 你算是什么东西 她指着我愤怒地大吼着 我沉默不语 这时候母亲温柔地开口道 我可从来没说你是姜氏的二少爷 还有你这些天在我们家吃穿用度 我都已经叫人打好了欠条 说完母亲就让人拿来数据表 一把甩在她的脸上 赵高被这四处飘散的数据迷了眼 她无措地拼了命 想要靠近我 是你对不对 你他妈的是你 一伙人将她围住 是她之前欺负的那群顽固少爷 他们个个摩拳擦掌 赵高 跟我们走一趟吧 赵高惊慌地看着他们 疯了一般大叫 我才是你儿子 我才是你儿子 我拍了拍手 对对对 你是我儿子 再叫两生爹救救你 宾客们哈哈大笑起来 赵高气得满脸通红 指着我一股脑的破口大骂 母亲皱了皱眉 走到她面前 啪 这一巴掌 硬生生地将她打懵了 敢欺负我儿子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 说完就给保镖使了个眼神 我知道 她这条命 怕是要废掉了 等到她离开 我举起手中的酒杯 不好意思大家 我们继续 宴会结束 我拦住了周晓 她的眼眶 微红扭捏地低下头 你干什么 擦干脸上的泪水 别误会 我是想问你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我问道 她没说话 神色有些哀伤 并不是我对她旧情难忘 而是那种男人比起一个女人 更加危害社会 不管你的事 这次我没再阻拦 让开了一条道 从此我们就是陌生人 接手公司一个月之后 我的生意也算是顺风顺水了 平时陪陪老总打打高尔夫 晚上参加一下商业聚会 生活逍遥自在 旁边的老总打了一会儿 就累得气喘吁吁 小江啊 前途无量 听说上次那个冒牌货 现在被你妈送去螺丝场了 我笑了笑 引下82年的拉菲 我叫宋元 是一个大龄单身狗 独居在市区一个青年公寓里 周末晚上 我无所事事 躺在床上刷视频 作为一个没有女朋友的单身狗 我的周末总是索然无味地度过 我正刷得起见 楼上忽然传来一阵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我浑身一击灵 一定是大墙那个千娇百媚的未婚妻回来了 半个月前 大墙带着一个娇媚妖娆的女人 敲响了我家门 宋元 这是我未婚妻琴琴 你们认识一下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帮我多照应一点 我打量了一下琴琴 前涂后翘 皮肤白皙 一双眼睛水汪汪 真是一个游物 大墙这小子厌浮不浅 我不游地羡慕不已 琴琴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在我身上来来回回扫事 还对我眨了眨眼 露出勾人的微笑 我的心如同鹿壮 突突地跳了起来 此后 我和琴琴每次遇到 她都会露出甜甜的笑 用嗲嗲的麻哇音 喊我元哥 喊得我心直痒痒 特别是前天 我们在电梯里遇到 她穿着低领衫 配了一条超短JK裙 雪白修长的大腿 露在外面 看得我心跳加速 她一边嗲嗲地叫我元哥 一边媚眼如丝地撩动短裙 幸好电梯快 我在五楼就下了 要不然非当场标 鼻血不可 咚咚咚 我正在胡思乱想着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 是谁 都晚上九点了还来串门 我打开门 看见琴琴穿着一件 薄如蝉翼的性感睡衣 苏兄半漏地靠在门口 我尴尬地移开目光 疑惑地问她 琴琴 这么晚了 你有事吗 琴琴回道 我洗澡正洗到一半 结果家里热水气坏了 元哥 借你家浴室用一下 我向他瞥了眼 满脸通红 张口结舌 琴琴健壮一把推开我 静止走了进来 咯咯地笑道 元哥 你怎么吓成这样 我又不是吃人的妖怪 我孽如着 不知该如何作答 半天憋出一句 大强呢 他没在家吗 他今天晚上有应酬 琴琴一边往卫生间走去 一边撅着嘴毒囊 元哥 你可是答应了大强 要帮他照顾我 怎么用个卫生间 你都不情不愿 是啊 我确实答应过大强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冲琴琴说 你快去洗吧 记得把水温调好 琴琴走到卫生间门口说道 对了 元哥 我的睡衣湿了 一会儿没法穿 把你的衬衫借我一下呗 我的衬衫 恐怕不太合适吧 我犹豫着 可是一看到琴琴称怪的目光 我不由地想 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琴琴只是一个单纯的女人 能有什么坏心思 倒是我自己总是想如飞飞 我赶紧在衣柜取出一件白衬衣 递给琴琴 不一会儿 浴室里就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 脑子忍不住想象着水滴滑过琴琴的脸 脖子 肩膀 一直向下 直至脚尖 香艳的画面 让我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快步走上卧室 关上门刷起了视频 刷了一会儿视频 我隐约好像听到琴琴在喊我 但仔细一听又没声了 可能是我心不在焉 听错了吧 我暗自想 我站起来 准备开门出去喝口水 门却啪哒一声 被打开了 只见琴琴一头撞了进来 身上沐浴露的香味 混着她的体香 一下窜进了我的鼻孔 我低头一看 好家伙 只见我的白衬衫 松松垮垮地套她的身上 领口两立 扣子未记 腿上光溜溜的 什么也没穿 衬衣里面也是真空的 这下看得我血脉粉张 一颗心咚咚乱跳 我正愣神 琴锦则满脸委屈地扑进我怀里 吓了我一跳 袁哥 我洗澡的时候腿抽筋 把腰扭了 你是医生 快帮我看一下 说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 静止躺在了我的床上 我是一家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 看得跌打损伤 是轻车熟路的事 可琴锦现在这副样子 我如何给她查病 我左右为难 琴锦见我棱在那里 拉起我的手 就往她腰上按 我一接触到她滑你的肌肤就慌了 琴锦 这样没法看病 你掀起来 再 再说 琴锦不但不听 抓着我的手 在她的药上来回摸索 我脑子轰的一声 浑身燥热 嘴唇发干 喉结滚动了几下 手不由自主向下叹去 琴锦满脸潮红 嘴里不停地哼哼唧唧 宋元 你在干什么 就在我意乱情迷时 李智突然回归 被另一个清醒的我在脑子里大声制止 我赶紧抽回自己的手 及时杀住了车 我呼吱呼吱喘着气 琴锦 你走吧 然后打开卧室门 把她推了出去 宋元 你 你混蛋 琴锦恼羞成怒 换上睡衣哭着跑了 我颓然倒在床上 把整件事情仔细想了一下 越想越觉得荒唐 琴锦不像是来洗澡的 倒像是有意来勾引我的 她是大强的未婚妻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期 她这样让我今后怎么面对大强 不行 这个女人太水性洋花了 我明天要给大强说 让她好好管下 不然以后结婚了还了得 第二天下午 我约大强下班来我这喝两杯 就咱哥俩 我们喝点小酒 烙几句客 我特意嘱咐大强一个人来 好嘞 大强爽快地答应 下班后 我在路边小店买了一个红油猪耳和一个五香花生 大强来了之后 我们俩就着凉菜喝了起来 几杯酒下肚 我打算委婉地把琴琴的事告诉她 可是还没等我开口 大强先说话了 宋元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啥事 能 能不能再借我点钱 大强有点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 我皱了皱眉 短短半个月 大强已经是第三次向我借钱了 第一次借了一万五 第二次借了三万 两次都没还 怎么这次又借 我心里有些不痛快 但念在我们是多年的邻居 又是好朋友 依旧问道 借多少 十万 大强伸出两个巴掌 什么 我吃了一惊 他借这么多钱干嘛 大强 你老实说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现在网络诈骗多 我害怕他被传销什么的缠上 好事 你放心 年底我就把钱还你 秦秦他们公司 最近专门给内部员工 搞了个特会活动 以低于市场50%的价格 出售一批房子 我们拿到手后 再转手一卖 分分钟中赚得盆满钵满 我听大强说过 秦秦好像在一个地产公司售楼中心上班 虽然大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可是十万块不是小数目 何况我手上也没有 上周我老家翻修房子 我妈让我出钱 我把仅剩的五万块钱都给了她 我为难地说 大强 不好意思 我剩下的一点钱都给我妈拿老家收拾房子了 手上实在没有了 大强愣了一下 端起酒杯 没有就算了 来 咱们喝酒 还好 大强没有生气 我们俩又喝了起来 我想了想 还是直接给大强提秦秦的事 大强 你和秦秦怎么认识的 你了解他吗 大强一头雾水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支支吾吾半天 秦秦昨晚来我这 又是洗澡 又是让我按摩 吓得我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多了解了解他 宋元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秦秦勾引你了 是吗 你不借钱也就算了 竟然这样诋毁他 给他泼脏水 亏我还把你当好哥们 没想到你是这种小人 我大强真是瞎了眼 我万万没想到 大强竟然是恋爱脑 我的忠告非但听不进去 还暴跳如雷 大强 我说的是真的 你冷静一点 不要生气啊 我走过去拉他 可他怒气冲冲地甩开我的手 用力推开我 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 心想等过了这个劲儿 我再去找他好好沟通 谁知道了晚上 他给我发了一大堆消息 看到我蹊跷生烟 宋元 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秦秦说你对他心怀不轨 昨晚趁我不再非礼他 你还颠倒黑白污蔑他 你就是个辣鸡 禽兽 人渣 你这种渣子不配做兄弟 从今后桥归桥 路归路 咱们一刀两断 大强为了那个女人 竟然这样侮辱我 还要和我绝交 这就是当初整天叫着一起 上刀山下火海 为我两类插刀的好哥吗 呵呵 真够讽刺的 绝交就绝交 谁怕谁 我气得反手就删除了他的微信和电话 我心里把粮把粮 算了 之前借给他的钱也不要了 全当投资失败打水漂了 我和大强就这样闹掰了 多年的友情说散就散 想想真没意思 时间一晃过了一周 一天 我正上班 接到了朋友李军的电话 宋元 在忙吗 我现在你医院门口 不忙的话下来一趟 我找你说几句话 好久没见到李军了 我兴冲冲的下楼 李军一见到我 就焦急的说 宋元 你最近见到大强了吗 我摇摇头 他这么着急找大强干啥 我连忙拽着 他在医院休闲长椅上坐下 细细问了起来 原来半月前大强找李军借了五万块钱 说有十万火急的事 说好用十几天就还 李军把自己结婚的钱偷偷借给他了 到了还前日期 李军给大强打电话 竟然是空号 微信发消息显示 该账号已注销 李军心急火燎的跑到大强家去找 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答应 大强好像一下子凭空消失了 李军有点慌 这才急急忙忙来问我 李军还告诉我 大强问我们另外两个朋友也借了钱 那两人现在也满世界在找他 大强竟然到处借钱 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把我和大强之间发生的事给李军说了 李军很吃惊 你俩那么好他都能翻脸 大强怎么是这种人 秦秦是什么人 你以前认识吗 我摇摇头 说真的 我对秦秦的底细一无所知 不过 我之前存了他的电话号码 我连忙找到打了过去 可是刚拨通就挂断了 后面再打就关机了 我和李军面面向去 长须短叹了一阵 看样子只能等了 我们侥幸的想 只要大强没有搬家 总会回来的 但我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大强该不会染上什么坏毛病了吧 比如赌博 抽打烟 当天晚上我不死心的跑到楼上去敲门 屋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应声 大强到底会去哪里呢 我除了疑惑 更多的是担忧 大强和我一样 都是从农村来这座城市打拼的边缘人 无亲无故 除了朋友 就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如果我不找他的话 真的没有任何人会在意他的死活 可是怎么找 守株带兔马 在苦苦等待大强消息的煎熬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某一天 下班后 我和同事约着 一起去医院附近一家广场吃饭 几个人嘻嘻哈哈进了商场 直奔餐饮区 我心事重重 一个人落寞地走在后面东张西望 正走着 耳边传来一个嗲嗲的女声 哥 谢谢你送的包 我太喜欢了 亲亲 我像出了店一样 急忙回头看 果然是亲亲 只见他挽着一个 舔着大肚子的光头男 从我身边经过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 那个男人色眯眯的看着他 时不时趁没人注意时 在他屁股上摸一把 亲亲这个贱女人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亏了大强那么爱他 我急忙给同事打了声招呼 碾上去追问大强的下落 亲亲 等一等 一直跟着两人走到停车场 我才叫住了亲亲 这里僻静 并且光头去取车了 人少方便问话 亲亲回头一看是我 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在这里 大强呢 我直接问他 他脸上微微一正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我不知道 我们分手了 分手 大强那么爱他 鬼才信 大强去了哪里 电话打不通 微信联系不上 家里也没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连猪炮一样发问 我怎么知道 我说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不要来烦我 秦秦突然冲我 歇斯底里喊叫 他口气强硬 但分明就是做贼心虚 我敢打包票 他一定知道大强的下落 我死死盯着他 他被我看得发慌 转身想跑 我走过去 一把拽住他胳膊 宋元 你放手 再不放我就喊人了 他一边说 一边狠命地甩胳膊 你告诉我 大强在哪里 我就放 我毫不示弱地和他对峙 告诉你 他眼珠转了转 忽然往我怀里一钻 妖娆地冲我笑 宋元 我要是给我男朋友说 你调戏我 你猜他会怎么着 这个女人真是个 狐媚浪蹄子 什么时候都不忘挑逗男人 我正准备骂他几句 突然光头气势汹汹地 走了过来 小子 敢炮老子的女人 不想活了是吧 我只想打听大强的下落 不愿和这种乌七八糟的人 纠缠不清 连忙对光头说 大哥 你别误会 我只是向他打听点事 大你吗 谁是你大哥 再不走信不信我抽你 琴琴眨巴着大眼睛 幸灾乐祸地笑 他想炮我 我说我有男人了 他还纠缠我不放 他刚说完 光头的眼珠又瞪起来了 小蹄子竟然阴我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光头开始摩拳擦掌 下重不可于兵 这种莫名其妙的架我才不想打 我转身走了 走之前我记下了光头的车牌号码 李军有个亲戚在交警大队上班 我给他打电话 他同意求他亲戚帮忙查一下这个车主的信息 既然抓不住琴琴 那就查清楚他身边男人的底细 这样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他人了 多找他几次 我相信总能套出一点有用的消息 李军亲戚那边很快来了消息 我们俩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光头的住所 发现琴琴确实在和光头拼居 然后我就隔三差五的去赌琴琴 试图撬开她的嘴 问出大墙的下落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我大低眼镜 我在悄悄跟踪琴琴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女人除了光头男 竟然同时和好几个男人交往 简直是无缝衔接高手 把无耻下剑演绎到了极致 这种女人 大墙还是若珍宝 我心里一片悲哀 替她不值 因为她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男人 我根本没有机会打听大墙的下落 反而浪费了很多时间 让我很泄气 迷茫中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 这天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 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时 看到一群大爷大妈围在一起 对给墙上张贴的广告 叽叽喳喳议论着 旁边一个阿姨愁拢满面 不停地哀声叹气 我有些惊讶 小区门口还能乱贴广告 谁这么没素质 保安也不管管 我走过去一看 竟然是一则寻人启事 我看了一眼上面的照片 突然像被人打了一闷棍 头翁的一声炸开了 寻人启事上那个失踪的人 赫然是光头 我大吃一惊 几天前我明明还看到他 怎么说失踪就失踪 我忙不迭地 向一位老大爷打听了起来 在老大爷的讲述下 我才知道 旁边叹气的阿姨是光头的妈 光头虽然荒唐爱玩 却是个孝子 尽管没和父母住一起 但每天早请是晚汇报 隔三差五就来看他们 然而 自从上周末光头来看了他们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见人了 别说问候了 电话都打不通 光头的号码直接成了空号 他们担心光头出事 连忙去警局报了案 可好几天过去了 也没有消息 大爷急火攻心中风住了院 阿姨这才到处乱贴小广告 我联想到大强的事 发现了一个蹊跷 这俩人都和秦庆交往过 换句话说 和秦庆在一起的男人都失踪了 瞬间 我毛骨悚然 秦庆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她和大强以及光头的失踪 又有什么关系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军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俩凑到一起一合计 决定好好调查一下 大强和光头失踪的事 巧的是 近两天我跟踪秦庆时发现 他搭讪过黄毛 黄毛 其实头发并不黄 他大名叫啥 我不知道 只晓得外号叫黄毛 他和我住一个小区 我住A洞 他住在B洞 如果我所料不错 他接下来的目标 应该是黄毛 我们决定从黄毛身上下手 为了尽快查出真相 我和李军索性休了几天年假 专门盯黄毛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顺利 秦庆像知道我们在蹲踏似的 一连几天都没露面 我们乔装打扮了一番 天天在小区里瞎晃悠 鬼鬼祟祟的样子 差点被保安当贼抓了 除了应付保安 还得面对别人异样的目光 我内心很崩溃 觉得有点撑不下去了 就在我们快要放弃时 秦庆突然出现了 那天 我和李军在外面吃过午饭 晃悠着往家走 准备好好补个午觉 走到小区门口 我居然发现黄毛搂着秦庆就在前面不远处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我激动的差点喊出了声 我害怕被秦庆认出来 忙取出墨镜和口罩戴上了 然后和李军不远不近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走到单元楼门口时 黄毛拿出门镜卡开门 我和李军趁机跟着溜了进去 电梯里黄毛扭头看看我又看了眼李军 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足足盯了有两分钟 我和黄毛认识 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 我紧张得手心都出了一层汗 看谁呢 有那么好看吗 秦庆突然埋怨起黄毛来 呵呵 这哥们头发颜色不错 好看 黄毛瞟了我一眼 我这才想起来 为了不让人认出来 李军给我整了个假发 我还以为不小心露出端倪 被黄毛发现了 原来他是看上这假发了 吓得我三魂丢了七魄 黄毛和秦庆到九楼 我们不敢跟得太明显 只好按了十楼的键 然后又迅速从安全通道走楼梯 跑了下去 刚走到楼梯拐角 就听到黄毛笑着说 小心干 待会好好表现 把我伺候舒服了 你要啥就买啥 秦秦娇笑着说了声 讨厌 门就砰得关上了 我和李军站在门外 听到里面传出一阵阵调笑声 李军说 且 这都傻事啊 我们来听墙角抓奸啊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能紧紧咬住秦庆 走一步 看一步了 我蹲在地上 一连抽了两根烟 抽完第二根的时候 我看到电梯亮了 里面传来杂杂呼呼的说话声 我连忙拉着李军躲在了安全通道的拐角 我有一种预感 电梯里的人是冲这里来的 果不其然 下来的两个人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 然后转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敲门声 我悄悄地贴在墙角向外看去 只见敲门的是两个绑大腰圆的男人 他们敲的正是黄毛的门 两人见半天没人开门 开始用脚踹 其中一个胳膊上有纹身的男人 一边踹一边骂骂咧咧 过了一会儿 黄毛火冒三丈地伸出半个头 你大爷的 哪来的孙子乱敲门 黄毛的话音刚落 啪一声 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干啥 妈的 老子的女人都让你哄上床了 你说我干啥 说完又狠狠踹了黄毛脊脚 黄毛杀猪一样 那两人冲进去 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门 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那人真是勤勤的男人 李军狐疑地问 应该不是 我摇头 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仙人跳 李军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难怪勤勤那个贱女人整天在外面找男人 原来这些人都是他的猎物 如果能确认是仙人跳就可以报警 我自言自语 不一会儿 纹身男二人一脸坏笑地走了出来 扬长而去 他们走后不久 我和李军也跟着离开 回到了我的住处 李军 我打算做猎物 引蛇出洞 深思熟虑之后 我对李军说 太危险了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李军不赞成我去冒险 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没事 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想到大强生死未卜 我一刻都坐不住 我得想办法 先和秦晋联系上 之前他的电话号码被我删除了 但他的微信号我还记得 我用小号搜索他的微信 添加后等待他通过 很快 添加好友成功 我想了想 直接发了句 秦晋 知道我是谁吗 哪位 他发了个疑惑的表情 我是宋元 这句话发过去之后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紧接着来了句 我说了我不知道大强的消息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急忙解释 秦晋 我不找大强 我找你 之前我对你态度恶劣 怪不好意思的 明天想请你吃个饭 表示一下歉意 说完还不忘发了一串爱心和玫瑰 为了打消秦晋的顾虑 我不得不舔他 想想怪可耻的 又是一阵沉默 我有点坠坠不安 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 你说的真心话 他好不容易回了一句 当然是真的 千真万确 明天晚上 我在伴下时光等你 不一会儿 他发过来一个OK的表情 第二天下班 我准时来到伴下时光 当身材劲爆 容貌娇艳的秦晋 穿着一身性感的衣服出现时 旁边座位上的男人 纷纷投来色眯眯的目光 我点了最贵的牛排 要了一瓶红酒 秦晋看上去很开心 来 秦晋 干了这一杯 我给你赔罪了 宋元 你搞这一出 究竟是什么意思 秦晋 其实我 我喜欢你 此话一出 不但秦晋大吃一惊 我自己也是惊讶万分 为了让秦晋消除顾虑 我也是豁出去了 宋元 你说的是真的吗 秦晋激动地抓住我的手 当然了 所有男人在美人面前 都是直老虎 笑死我了宋元 没想到你 还是个幽默的闷骚男 秦晋笑得花枝乱颤 丰满的乳房 像两只兔子样 一颤一颤 惹人瞩目 一顿饭吃下来 秦晋轻腻地搂着我 俨然是我的女朋友 她眨巴着大眼睛 眼神魅惑 在我耳边呢喃 宋元 晚上去我那过夜 可以吗 我身子一降 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故作遗憾到宝贝 今晚不行啊 有台急诊手术得去做 明天下午吧 吃完饭 我去你呢 秦晋不高兴地撅着嘴巴 我哄了一会儿 最后骗她说 改天给她买套大牌时装 她这才转怒为喜 买单时 我看到门口桌子上 坐了一个男人 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 抬起的又胳膊上 刺着一条猛虎纹身 那人在我们经过时 微微侧了下身 有意无意看了秦晋几眼 第二天下午 我和秦晋吃完饭之后 她心花怒放地带我 去了她的住所 一进门 她就拿出一支箱点上了 对着我奄然一笑 住行箱 印度买回来的 然后当着我的面 脱下外套露出了里面的低胸吊带裙 性感的身材 让人浮想联翩 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撒娇 宋元 你说喜欢我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 你这种女人 哪个男人不喜欢 以前你是我兄弟的女人 我就是再喜欢 也不敢表露啊 我强颜欢笑地说着违心话 你和大强分手了 我才敢说心里话 不过秦晋 你这么性感漂亮 大强怎么舍得和你分手 你们俩究竟因为什么分手啊 秦晋一下脑了 能不能不要提大强 我看你对我就是虚情假意 说完扭过头不理我 不能操之过急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为了取得秦晋的信任 我只好和他须与尾仪 宋元 你在这里随便坐坐 我去拿件宝贝送你 秦晋留我一个人在客厅 神秘兮兮地转身去了卧室 宝贝 我满头雾水 正疑惑 秦晋走了出来 他身上竟然裹着一件 薄如禅意的情趣内衣 隐私部位若隐若现地露出 扭动腰支走到我身边 伸出食指轻轻点了下我的嘴唇 娇声笑道 你的嘴张这么大 是想吃了我吗 我不好意思地合上嘴 结结巴巴问 你说的宝贝在哪 他扑斥一笑 转而沉怒道 我就是呀 我不是你的心肝宝贝吗 一边说 一边把我推倒在床上 双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来回抚摸 我觉得我快扛不住了 想不想 他声音低雅 像个妖精一样邪魅地笑 屋子里散发出一种甜蜜蜜的味道 闻着很上头 不只是熏香味 还是勤进身上的体香味 嗯 香 我意乱情迷 口齿不轻地回答 他咯咯地笑着 双手在我身上放肆地游走 我觉得身上仿佛有个火球 快要将我焚化了 急切地想把这团火灭了去 我紧紧搂住它 本能地去回应 我的嘴巴刚碰到它的嘴唇 大墙的样子 忽然出现在了我脑海中 不能做第二个大墙 我本能地抗拒 却发现身上软绵绵 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眼皮也直打架 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似睡非睡中 我感觉琴琴好像在扒我的衣服 并且听到她得意的大笑 那个印度香绝对有问题 啪啪啪 迷糊中响起一阵抽耳光的声音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有人在打我 我勉强睁开眼睛 眼前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 我赤身裸体 只留了一件底裤 亲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对我冷笑 一个绑大腰圆的男人 使劲地扇我耳光 另外一个男人 又胳膊上刺着猛虎纹身 正是前天在伴下时光遇到的人 我张嘴呼喊 却发现嘴巴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 王哥 这个男人是大强的哥们 他一直在找大强 我们的事 他好像有所察觉 你准备怎么处置 亲近双眼仿佛脆了冰 看得我心里发颤 原来他都知道 只是跟我在这儿演戏 既然如此 那就给他点颜色 让他学乖点 那个被亲近换作王哥的纹身男 拿出一把匕首 在我脸上开始比划起来 等一等 亲近喊了一声 然后把领口往下拉了拉 露出大半个胸部 躺在我身边 让纹身男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王哥 他要是不听话 就把这张照片发到网上 让他身败名裂 记得给我打上马赛克哟 我听得肺都气炸了 这个女人真是阴险毒辣 蛇蝎心肠 王哥黑黑笑着 把冰冷而锋利的匕首 抵在我额头上 轻轻一挑 刺辣一声滑了一道口子 烟红的鲜血 马上顺着我脸颊流了下来 算了 给他点小小的教训 这个皮像还行 可以先送去会所赚钱 等残了再和大强那些人 一块送到东南亚卖器官 听纹身男的话里的意思 大强还没死 绑起来 等天黑了 运到老地方 纹身男队旁边的壮汉 发号施令 壮汉找来一根粗大的绳子 开始绑我 我挣扎着 他恼羞成怒 啪的打了我一耳光 我悄悄活动了一下筋骨 还好 挺有力 看来迷香的劲已过了 当壮汉再次试图绑我时 我突然发力 迅速照他眼睛打了一拳 我这个业余跆拳道教练 曾经在世纪比赛拿过奖项 这猝不及防的一拳 打得壮汉眼冒金星 疼得呲牙咧嘴 发出不属于人类的惨叫声 王哥和秦勤见了 大吃一惊 扑过来准备抓我 我飞快地抓起茶几上的烟灰缸 向秦勤智取 不偏不倚 刚好砸中秦勤的面部 只听到秦勤一声惨叫 两个男人也慌了手脚 我趁机跑到卧室里 迅速反锁了门 出来 快滚出来 臭小子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王哥凶神恶煞一样 在门外大声叫骂 不停砸门 砰 砰砰 木门很快被他们用 类似锤子之类的工具 砸得摇摇晃晃 眼看他们就要破门而入了 我急得在卧室里团团转 这几个人要是闯进来 我非遭殃不可 我跑到窗户跟前查看了一下 这里是老式居民楼 三楼 不是太高 屋子里家具也是老式的 看上去很笨重 但好在可以移动 我使出浑身解数 好不容易把一个五斗柜搬过去 抵住了木门 人极之短 我一时半会儿 没有什么好办法 实在不行 就和他们拼了 我暗想 王哥他们又敲了一会儿 默然停了 外面没有了动静 可能是累了吧 我稍稍松了口气 瘫坐在地上 我刚刚放下戒备 突然听到窗户外面有动静 连忙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查看 只见王哥猫着腰 沿着窗台向这边移过来 我吓了一跳 悄悄藏在了窗帘后面 都怪自己刚才太紧张 竟然忘了关窗户 我懊恼极了 不一会儿 王哥就移到了窗台跟前 扶着窗框准备往进爬 不能让他进来 不然 我今天就死定了 我猛地冲了出去 伸出双手 闭着眼睛 向他推了一把 只听砰的一下 声音特别响 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 王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心里一阵发出 他不会死了吧 我正愣神 突然 客厅里传来了 勤勤的惊叫声和打斗声 老实点 不许动 一个威严的声音低喝道 难道是警察来了 我欣喜万分 我立即趴到门上去听 耳朵刚贴上去 一阵激烈的拍门声响起 宋元 你还好吗 声音里透着胶着和担忧 是李军 我激动地打开门 李军一把拉住我的手 热泪银矿 幸好我收到了你的 SOS定位 要不就会酿成大错 我也有些哽咽 紧紧抱住了这位好兄弟 只见客厅里站着好几个警察 壮汉和秦秦已被制服 秦秦看到我出来 狠狠地瞪着我 我嘲弄地对他眨眨眼 虽然秦秦一伙非常狡猾 但凭着我的切而不舍 还是落入了法网 摔下楼的王哥 被警方叫的救护车拉走了 后来听说是锥体爆裂性骨折 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最后 警察把秦秦他们带回警局 刚开始 秦秦死不认罪 审讯的刑警 放了一段电话录音 算了给他点小小的教训 这个皮相还行 可以先送去会所赚钱 等残了再和大强那些人 一块送到东南亚卖器官 绑起来 等天黑了运到老地方 这段录音是我交给警方的 人证物证拒在 秦秦无从抵赖 只有乖乖照了 通过秦秦的交代 得知这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犯罪团伙 多年来 他们利用美人计 骗取年轻男子的信任 榨取钱财 等到对方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再卖到东南亚一带 或做苦工 或贩卖器官 最后 警方在成交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找到了大强 同被囚禁的 还有十来个年轻人 其中就有光头 大强已瘦得不成样子 看上去像苍老了十岁 看到我 哭得泣不成声 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还有生还的机会 宋元 我早听你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灾祸 吃这么多苦头 还差点丢了命 他擦了把眼泪 接着说 我听李军说了 你为了救我 险些出事 都是我害的你 我都后悔死了 以后再也不敢色弥心窍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心里感慨万千 射自头上一把刀 因为好色 大强差点把命搭进去了 相信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 他一定会长记性的 请不吝点赞 大家 Ч